8分音符 今天來講的內容是八分音符的大鼓節奏 我們先複習一下上一次的內容 至少有一個節奏是你應該要背起來的 先講兩個常用的大鼓踩法 第一個是平踩 現在介紹平踩 整個腳掌平放在踏板上 腳跟不離開踏板 只靠腳踝的動作去推動大鼓的骨槌 去命中骨皮 接下來是抬腿踩 至於抬腿踩 在不踩的時候 骨槌幾乎都壓在骨皮上面 腳跟跟踏板離開適當的距離 不用舉得特別高 只要放鬆 但是腳跟離開踏板就可以了 這時候你會把整條腿的重量 都壓在踏板的前端 使骨槌壓在骨皮上面 所以當踩踏的動作完成之後 骨槌也會保持壓在骨皮上面 像是這樣 除了這兩個大鼓的踩法之外 還有許多其他的變化 對於基本動作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一開始只要你打得舒服就好了 將來為了追求比較複雜進階的技巧 到時候會有比較嚴格的動作要求 首先我們先練習在一個小節裡面 有八個時間點 把大鼓踩在這八個時間點上 現在來進行第一個大鼓節奏練習 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前半拍 1 2 3 4 大鼓踩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1 2 3 4 大鼓踩在第二拍 1 2 3 4 大鼓踩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1 2 3 4 1 2 4 大鼓踩在第三拍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2,3,4 大鼓踩在第三拍的後半拍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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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鼓踩在第四拍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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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鼓踩在第四拍的後半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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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在手部節奏進行的同時 把大鼓踩在這八個時間點上面 現在試試看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前半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二拍的前半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二拍的前半拍 後半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再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三拍的前半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三拍的後半 現在大鼓踩在第四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四拍的後半 現在大鼓踩在第四拍的後半 在練習的時候你可以一邊進行手部的節奏 一邊去思考變動你大鼓踩的時間點 現在來介紹一些常用的大鼓節奏 第一個節奏大鼓踩在第一拍跟第三拍 再來大鼓踩在第一拍 以及第三拍的前半跟第三拍的後半 再來大鼓踩在第一拍 以及第三拍的後半拍 這個節奏是把大鼓踩在第一拍 以及第二拍的後半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一拍 第二拍的後半 以及第三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一拍 現在把大鼓踩在第一拍 第二拍的後半 以及第三拍的後半拍 現在把前面幾個常用的大鼓節奏 現在把前面幾個常用的大鼓節奏 都在第一拍的後半拍 多加一個大鼓 一次拍的後半拍攝 由於是誰 這樣子裸的後半拍攝 你更能做的 一句話 這裡很明顯 這裡的後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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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换一下 這裡的後半拍攝 這裡的後半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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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